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到跌停然后就锁死了 完全没有办法动弹 这加权指数也是很闷 个股的部分跌得乱七八糟 不过有些个股也是攻到涨停板 算是两样琴 而最近在个股的部分 比较麻烦一点点 比较混乱一点点 赶快要来请教专家了 我们赶快邀请到的是高薪投股的总顾问陈伟成 顾问你好 你好 各位官方大家好 顾问今天真的是 大家说这看盘看得真的快睡着了 而且手中有股票的看得很心痛 心都睡光了 怎么股票真的就是最近 强一天就给你弱一天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好 那么这个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520行情 那么到了今天为止 我想大家一定知道我要讲一句话 规划没有改变 还是没有改变 但是昨天为什么在节目当中 我要赶快在这个母亲节之前 让大家分享这个520双转折的规划 正因为虽然这个规划520行情 会不会继续上 会 没有改变 到今天我依然跟你坚持这样 等一下我来跟你解释什么 为什么今天会小跌个40点 但是重点是很多个股今天就像 逸华刚刚讲 怎么刹到跌停板去 因为520后面有一个转折 还不止一个还有两个 那么很多个股是还没来到520之前 它已经怎么样 领先在反映这个520的第一个转折 所以这个行情 我看大家每天这时候期待520的心情 因为这个大家总会觉得说 520应该是特洞 台北就没对 特斯拉 每天那么多人说都来特斯拉 对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说 我们的规划 到了今天 从4月30号规划520 震荡完后向上 5月6号我再跟你补充 这个旗子它不仅没有平 它还往上飘 就指数来讲更强势 咚咚咚咚咚 震荡上去 到了今天我也没有改变啊 它还是在旗子里面啊 并且 显然下个礼拜 才是进入了什么 你要庆祝520嘛 那下个礼拜才是重点嘛 现在又还没 我跟你讲过了 520还没到那么早 放烟火干什么嘛 不过 玄机就在这里 所以很多朋友会不理解 老师 那你有 你说有520行情 那什么股票会是跌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导播看一下下一张字卡 上市贵的股票 各位看不清楚了 我帮你念一下 国统跌停 对不对 今天基亚 哇这个 这生计股的龙头也跌停 对 对不对 银帮跌停 创洁跌停 哎 怎么会这样 这个520行情 上柜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导播看一下下张字卡 有冒联跌停 特斯拉跌停 华雅科也差一点跌停 哎 这联军 这个市区概念的 也差一点跌停 嗯 自身 直接锁到跌停 奇怪 这有说520行情啊 成为整天都给他骗下 那绿油油 对啊 那也骗下 而且 还不只跌停 其中 像是 穿戴科技龙头 创洁 哎 那个不是跌停 一天而已 那已经刷刷刷 像在跳水一样 跌很多天 好 我要跟各位讲 头裤老师珍贵的地方 可以区分出那个不一样 他跟人家不一样 就在这种时候 好的时候 大家都在一直喊的时候 他不叫你去跟人家凑热闹 但是不好的时候 他反而要站出来 来告诉你 未来 为什么会这样走 而真正的大方向又在哪里 这些股票 为什么今天 还不止今天啊 其实包含前两天 像创洁这些股票 都已经领先跌很久了 那么 在 这一波来讲 这几天的这些龙头股的跌 当然 很大一部分 他在反映这个520 他因为个股会率先反映 个股会率先反映 所以他在领先反映这个520 双转折的第一个转折 他不会等 不要等大盘到520 那个高点 他现在就先反映 他现在就先反映 那么 所以 昨天为什么我要在节目当中 赶紧把这个规划给大家看 哦 那今天 你一看 昨天你看到规划嘛 对不对 昨天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这个朋友 你已经看到我的520行情规划 你看到这个规划你就会看 哦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子 这520后面还有一点点文章啊 但是不妨碍众多的行情 好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当然5月15号 因为今年IFRS的关系 那么很多公司的季报 他可以拖到5月15号才出来 那么上半年很多所谓的概念股 大家这个做梦做得很高兴 吹牛吹得很开心的 那时候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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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对不对 那因为季报一出来一看 奇怪 你这个跟 跟当初做梦的那个想象不大一样嘛 对不对 那所以当然515之 这个5月15号之前陆陆续续 不只说这些公司还包含华硕 也受到这个波及嘛 所以 为什么520行情 我跟你讲说 我那时候要伤脑筋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大局 老师早就已经事先规划 早就看到这个局面 指数会一路向上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把指数也事先规划在节目当中 也事先给你看 导播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原来的规划 到了今天为止 我都告诉你没有变没有变 但是重点是朋友 你不知道这个内涵啊 你不知道那个内涵是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不知道520之后 到底要怎么走 为什么老师在这边讲说 很多股票 财报一见到 他就率先去走什么 反映后 在走那个后520的第一个转折 他已经在反映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才跟你讲说 对我来讲 不奇怪 不稀奇 那重点是你要想 我当初在4月30号这个地方 我在告诉各位 有520行情的时候 我会没有喊特斯拉 没有 我会没有各位去 叫各位去追华硕也没有 我会没有叫各位去追连 这个创捷银帮也没有 那台面上那个时候的股票 都是这么当红的 陈伟臣你的不讲 对不对 你落伍 你不知道资讯 你今天才知道 为什么伟臣的用心 所以4月30号 那一天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找到一档 来我们来看一下 2344的华邦店 请导播先上第五张字卡 好不容易 在为了这个520行情 我们才在4月30号这一天 跟各位讲 有一档 转机的立基型低瑞 跟着华雅科后面 一起补长起来的2344华邦店 你看从4月30号 8.84那天收盘是 是89块钱了 叭叭叭叭叭叭叭 后来来到10.3 10.5元到昨天是10块半 那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因为这个是短线的第8天 回档 他会回档 回档 那我们答案就调节嘛 回档调节 死了没有 没有啊 他还要震荡啊 这就是说 对个股来讲 我们有我们基本面的论据 还有什么也有规划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那时候请各位说 你来跟我们一起操作 这一档股票 起码他在短线到520这个趋势上 他还是向上 你不用求他天天涨停 但他就是不会像今天这些股票 一样叭叭叭叭叭叭 这样跳水嘛 对不对 他整个长线还没走完 他只是在走第一波而已嘛 甚至于第一波里面的细回波 他都还没有完成嘛 但我们可以来回操作啊 你不要当 不要 不要把钱给卡死嘛 对不对 因为能够操作的股票 在这时候看起来似乎是 凤毛麟角嘛 再有在520之前 我跟各位提到什么 就是苹果概念嘛 我说一个520行情 怎么会没有苹果光吗 对不对 就这个低润 就低润 然后这个立基型低润 还有这个 这个 苹果概念 那你说苹果概念 这总有财报给你看了嘛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2474的可乘 导播我们看一下可乘 好 4月30号那天 我会告诉你 你如果买了可乘 你如果买了可乘 在4月30号这一天 第一我不看坏可乘 那天他是跌停的喔 但是我告诉你 可乘 你4月30号如果那天 你跌停敢去买 那我告诉你 你之后你要怎么操作 显然是今天怎么样 曲间震荡嘛 对不对 后来要没有曲间震荡 真的是这样子 到了今天才怎么样 第8天 稍稍翘了一点点上来 他财报有出来啊 他记报告诉你啊 4块钱啊 不差啊 股价并没有超过这个预期 超过这个实际的数字啊 所以这个时候 既然在520行情之前 我们在4月30号 包含了对可乘的规划 包含了对这个滑邦店的切入 你现在才知道说 当我们要带会员进出的时候 老师在考虑到的事情 不是只有一个面向 不是一个大盘规划520行情 我们大家都义和团了 我们小小的大家 对不对 来去买 要考虑很多的 这个用心 没有办法 短短的20分钟 在节目里面说出来 所以我昨天才说 好 我眼看着大家 520行情 520行情很多人是很有兴趣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520行情后的那一段 那么你今天 昨天呢 你忘了把握的朋友 你今天千万不要再忘记了 在母亲节前 我们都还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520的双转折规划 520的双转折规划 母亲节 我们都还跟你 母亲节呢 我们都还跟你一起分享 你看了之后 你就知道 原来 原来台事是这样 不是帮帮 不是帮帮 是什么回事 怎么才这样 看了以后你就知道 所以 当有一个事先规划的时候 我们是 可以 所以大家觉得说 亦华 有时候我们这个 股市大涨一天 又大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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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来来回回 这样折磨的时候 每个人都 没有信心了 对啊 我哪里都笑笑了 因为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 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对 那我就怕观众朋友不知道 所以我再赶快 好吧 那实在是不能再拖了 因为520只剩下 一个多礼拜 就要到了 赶快把这个520的双转折规划 赶快跟大家分享 你不是说520行情 你就撒起来黑白买 不是撒起来黑白买 那么所以520行情 你问我还有没有 当然有 但重点来了 520行情之后 既然有双 两个转折 这就很奇妙了 现在很多在跌的个股 在反映第一个转折 那第二个转折就很奇妙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什么 又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买点 所以今天跌 就今天跌下来股票 那我必须讲啊 你说特斯拉做了那么大的梦 对不对 最后告诉你 连特斯拉公司自己都赔钱 那这个公司你就自己 好好考虑考虑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不要看着新闻去做股票 茂莲 因为太多人 太多人一直讲 一直讲 所有的散户都在里面 这下告诉你财报它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就一个长线来讲 像创结这种股票 我告诉你它龙头地位还在 今年还是穿戴科技年 它龙头地位还在 财报出来不好 Q1第一季不好 这个是意料中事 那当然法人此股那么多 一看到财报不好 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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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到什么砍到大家库存都没有为止嘛 筹码就清光了嘛 你现在不要去接那把刀 可是我要告诉你 那等创结跌完了之后 后面就有好康 因为它第二季会让你这个很驚讶 所以我們現在先跟各位講的是說 你不能說從這些龍頭股票掛下來 你就說這個大盤已經快要崩盤 不要 不要隨便給自己當末日博士 反倒你要先看清楚真相 第一 為什麼這些股價再修正 有人是跌真的 什麼叫跌真的 財票出來告訴你說 原來那當初是吹牛的 那個就是真的 跌真的 所以說很多股票 像今天我必須說像3474的華雅科 我們講到低潤族群就順便講一下華雅科 你說華雅科今天也差一點點掛到跌停 對啊 可是我們說說真的 就技術面來看 他都還沒掛 我都還不能不敢講說到520前 他搞不好都還有機會過新高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EVEN華雅科 華邦鏈 這些都還有著震浪走高的機會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倒是請各位說你把握這個520行情的規劃的分享 這個雙轉折的規劃分享 那麼手中的股票你實在是搞不清楚 他是跌真的還是跌假的 那我也很樂意幫助我們投資朋友 只要你把電話給撥通 當然首先是先把握這個520的雙轉折規劃 非常的重要 我說過馬年的行情是多頭沒有錯 但是中間那個迷藏就在於中間來來回回的大震盪 搞得大家雞毛壓血 而且每一次震盪就是每一次的換骨 所以這個雙轉折的規劃非常的重要 在母親節的分享請您不要錯過 廣告時間趕緊把電話給撥通 下一節我們繼續回來 好所以看到這個520之後 雙轉折的威力在現在已經提早發威 所以好多個股在現在打到跌停板 可是520之前呢 還是有個股可以來佈局行情 像剛剛提到的華邦店 那麼還有其他個股嗎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專業的研究團隊 老師犀利的見解 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給您最中肯的建議 給您最明確的方向 選擇高薪讓您放心 選擇高薪讓您坐勇高薪 高薪頭褲是您唯一的選擇 0227175567 0227175567 請問 哪裡還有需要加強的嗎 寵愛自己永遠不嫌多 精選竹竹即凱撒醬 搭配雙層百分百純牛肉 加上豐富鮮蔬 完美呈現凱撒沙拉風味 麥當勞凱撒田園雙牛寶 翠雞寶 兩種寵愛 讓您盡情享受 你有長期胃痛 未時到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咨詢專線 0800 017 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今年沒有收到扣獎平單 報稅怎麼辦 手機一直全行吧 一樣輕鬆報 第一招 到財政部報稅網站 第二招 插入自然人憑證或金融憑證 第三招 查詢所得及七項扣除額資料 第四招 輸入退繳稅資料 第五招 上傳完成申報 報稅好本領 5月真輕鬆 電子發票用載具 不應資本最環保 你有長期胃痛 未時到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咨詢專線 0800 017 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新莊富都新唐 新莊富都新唐 大宅人生 輕鬆成真 總價2880萬起 2297-8899 明日成 你有長期胃痛 未時到逆流的困擾嗎 快打免費咨詢專線 0800 017 017 贈送有國家認證的試用包喔 歡迎來到財富長城 我們剛剛說的 這520之後 真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 雙轉折喔 但是大家比較好奇的是說 哇 趕快啦 剩下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了 要怎麼來操作台北股市呢 趁這個520轉折之前 趕快先賺一點 好的 那麼當然啦 其實不只520要賺 那麼520後更要賺 這陣子我想每一次 在行情上來的時候 碰到這樣的情況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碰到嗎 碰到這樣的情況 那麼我們要來跟各位 分享這個行情規劃的時候 其實尾程都是用心良苦 希望各位去理解 操作股票不是門幹 不是門幹 不是看了報紙 不是聽聽新聞 不是哪一本筆記 每台電視台 老師通通的名牌通通抄一抄 然後自己呢 看看線不錯來做功課就好 後面還有很深層的東西 包含像財報 包含像營收 包含像比如說訂單 彼此之間 此消彼漲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雖然同樣是蘋果概念 那台俊就不行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單子是轉到嘉靈液上面去呢 那你說今天就一個中長線的經營 蘋果都還沒有上市啊 iPhone 6還沒有上市 但是你連個利多出境 這四個字 他的時間都還早得很麻 你用我的邏輯 我告訴你的邏輯 你自己想一想對不對 東西都不會賣 你要說什麼利多出境 最快最快 小尺寸的 現在消息當然很雜 有的說是6月有的8月 那還有大尺寸的說說在9月 4.7吋跟5.6吋 那麼所以這些題材都還在後面延燒 所以你會發現說你今天看到 可能好像上次這個公佈了第一季的財報之後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又盤整盤整盤整 因為它漲多了嘛 正常整理啊 OK Even 但是呢今天有一檔股票呢就很特別 沒有人在討論這檔股票 從開紅盤後到現在 只有尾城在告訴你這檔股票 3374的精彩 就在我們的標股名單裡面 3374的精彩 它是列在我們第一波的標股名單 那3374的精彩是幹什麼 那個時候如果沒有收看節目的朋友 我再幫你複習一下 他的副爸爸是台積電 他是幫iPhone做指紋辨識器的 那麼這檔股票我用來 因為他是新貴的股票 我們先看一下精彩的字卡 不好意思 這檔股票 這是我們上一次在2月19號的操作 大家有當時有收看節目的朋友 一定都還記得 2月14號37塊同步布局 短短幾天 因為他是新貴的股票 所以啪啪啪啪 一下子漲到了50塊錢 沒幾天 賺得非常爽 因為他沒有漲跌停限制 啪了就上來 好 那個時候做一次獲利了結的時候 我曾在2月24號跟各位報告 有在41塊在附近的時候 我再買回來一下 那麼你看股價 你沒有在注意的時候 像這種你不知道的蘋果概念股 他在今天也又創了54塊的新高 所以你在告訴我蘋果的題材已經沒有了嗎 顯然不是嘛 而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題材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MAGO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波段的位階 輪到的時間不一樣而已 漲多了整理一下 那個醞釀太久了他就噴出嘛 所以even是像加聯益這檔股票 導播我們看一下加聯益 這檔股票我的看法也沒有變啊 但是我就要跟各位講 看法不變 這一檔我們在3D財經的尾盤 跟各位推薦 我對他看法不變 那這是法人股 但是你要等我規劃的買點 跟我們一起進場嘛 沒有改變 看法沒有改變 問題是做法你要怎麼樣細膩一點 如此而已 可真也是 所以在各位看完了這個 我建議各位是先這樣 你先不要恐慌 也先不要悲觀 你不要老是大碟的時候電視機一關 然後漲停的時候呢 趕快打開電視機 哪個老師報名牌 你這樣在馬年就算是個多頭 大多頭行情 你算贏的我也輸你啦 所以人家在悲觀的時候 你要趕快怎麼樣 趕緊把規劃看清楚 究竟520它雙轉折是個什麼東西 長成什麼樣子 你看到你就知道說 哦原來它在反應520後的第一個轉折 那後面還有第二個轉折嘛 那第一個轉折先疊了 第二個轉折就是一個太好的一個買點 所以呢現在先把規劃給看清楚 那麼首先呢 當然這個母親節快要到了 我們那時候也跟各位講過 這個母親節媽媽我愛你 母親節已經快到 今天這種跌停法 大概很少有媽媽能快樂 除了你視線拿到我們的規劃 除了你跟我們一起操作 華邦店同步操作之外 所以廣告時間今天呢 千萬不要錯過 趕緊把電話給撥通 那麼當然在長線的部分 你看到了520後的這個雙轉折規劃 你也可以理解為什麼 回到我們標股名單裡面 為什麼偉承說這個520你分兩個階段 520前520後520前那當然前面有這些 立基型低潤或者是蘋果家族的股票 我們可以來經營還是可以賺520 那事實上也賺給你看了嘛 是不是華邦店也賺給你看了嘛 但是520後呢 這裡面還有長輩股 還有長輩股 或者至少是大波段表現的個股 所以你看偉承在短線長線 每一步細細的思考 都幫你周慮到了 我們也不會去趨緣複勢 我們也不打落水狗 那我就是很忠實的告訴你 什麼時間點你跟著我們操作什麼股票 你想不到你安全 你也可以談 你不要說剛才在這種時候 那我要告訴你 520行情不是結束 是下禮拜才正要開始 這樣你開不開心 但是重點是 那個財報出來不好的股票 吹牛太大了 抱歉520沒有他的份 繼續去反映520後的第一個轉折 所以廣告時間無論如何 這個母親節先祝全天下的母親媽媽節快樂 那麼這個520雙展折的規劃 還沒有把握的朋友 一定要趕緊把電話給波通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下週進入高潮的520行情 好所以最近財報數字還是要特別看清楚 那麼接下來怎麼操作呢 我們下個禮拜一同一時間再會囉 拜拜